这个是一克的时候 大概是台币100万以上 所以这个是比黄金 比钻石还要贵的 我们初步判断这个给猪吃一口就吃完了 并不在这个经济上面可能 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徐甫 手上这小小一瓶 就是这次在台糖肉片上 验出来的瘦肉精习不特罗 只是行政院实案办公室 用黄金钻石的形容 现在却遭到医师出面指引 实验成分的药物不止西部特罗 所有的化合物只要实验用的 全部都很贵都是天价 合成的成本价不会太高 一公斤可能就几十块 这不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专业在养足吗 部分没有买过没有使用过 这价钱是完全不了解 海棠它不会去扎这个招牌 来用瘦肉精 更不要讲用这个所谓的西部特罗 因为没用过台糖说根本不清楚价钱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发声力挺 表示台糖自1955年起贩售猪肉 花了69年打造品牌 还有产销履历 何必用瘦肉精自砸招牌 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却像剪刀枪 一来科多巴胺举例 实验室版本一毫克要价 217英镑 大酸莱猪难道都是赚石猪 怒批直人党为了远一个谎 不断说领一个谎 台湾完全没有进口莱猪 莱克多巴胺是国际可用的添加剂 西部特罗它不是可以允许的添加剂 是全球禁用 社会上总是会有某一些人 用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决定真或假 纵使被抓包讲错了 也绝不认错 进口一些化药品一定要通报 在整个世界上的资料里面 没有看到说有用 这样的瘦肉精来 在家里资料里面用在养猪的 那台湾你说这些猪龙怎么会去用呢 专家坦言台湾进口西部特罗的都是实验室 一般猪龙不仅无法取得也不可能自行合成 台中验出的西部特罗到底哪来的还要继续追 Mission 孟正妹 赖国宾 颜凯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Mission 孟正妹 赖国宾 颜凯